各位城寨的观众大家好 又是细梁讲这些的第二集 今天就有几宗大的新闻 除了有上诉庭的关于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半聪处理复合上诉庭的判决之外 逢星期二林郑总会出来报道的就是在行政会议开会之前 因为由特首办走进行政会议会议室 会有铁马铛在那里,大家会在那里请愿示威 也有一个传媒的麦兜在那里,会走进去跟传媒讲几句话 林郑通常这些位置以往特首讲话就一定是有一个后面的新闻官 告诉她今天有什么敏感的问题,一定要出来说 还有就是说Lie to take是怎样的 今天她回应了几宗敏感的事情 首先我讲回黄之锋的上诉案 你看这个马道立在中审法院的庭上,她问那些问题 我觉得是究竟这个原诉庭,即是这个审判官 裁判官所判他们社会服务令这件事 是不是有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呢 因为只不过是跟上诉庭之间的分别,是大家wait 那件案的元素是有分别呢 所以这个造成,我相信上诉是审判乐观,是有成功的机会 至于今天林郑出来回应的话,就牵涉到西环,王志文的这个 可以这么说是骑名,作为一个中联办主任冷亲民,而造成的一个风波 这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中环和西环走迷这件事 这个说法一出之后,大家就笑到爆嘴了 为什么呢?就是说走迷呢?一般我们就用在什么呢? 男女性关系里面,我们就叫做走迷了 你看看医生,医生说,最近病啊,少点跟老公走迷 那么中环和西环走迷,即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两夫妇来说,林郑是女特首,王志文就是老公吗? 说不通?说出来,不伦不类之余,我觉得还是 bad taste 懒親民那样,所以林郑出来,今天就出来闹了 就是说这是一个口语,想和大家沟通的时候,亲民一点 亲民一点都要了解一下香港人的用语文化 是什么意思才行的 这个绝对是广东字来的,走迷,不是国语来的,不是普通话来的 你意思不明白,然后就乱用,结果就变成西环治港 林郑今天出来说没有西环治港,西环和中环只是事务性合作 包括跑步位等等,这个也是当香港人傻的 那你当北京的港澳办是什么呢? 港澳办就是国务院下面负责处理香港特区政府和内地国务院下面的部位的关系 如果是无端端我第一次听的,跑步位是找中联办去跑 而不是由这个原本国务院里面,同属官僚机器的这个广告办去做 那你想想这个,摆明就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兜,而去create另一个大话 我们最近很熟悉的了,在这个郑氏两姐妹里面,叫做大话,蓋大话 好了,黄志文另外一件事也相当奇怪的 就是出来创售这个,所谓中大女毕业生,姓王姓女生 这个十三天爱上解放军一篇这样的文章 一看就知道这些是回归二十周年党的宣传 虽然她是一个香港毕业生,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移民 高登起底组好像做不到事,也看不到她是不是新移民的背景 但是写起了一些这么肉麻的说话 你说这个是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而共产党到今天还在用这种雷锋 招御鹿,树立这个无范这种手段,在香港 简直是令人觉得时光倒流三十年 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年代 十三天爱上解放军的文章里面 全部都是那些歌功众德,充满着感性的语言 说入刑的时候解放军会帮他们盖屁 这些说话说出来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 当然,也是我觉得根本是一个宣传夹定的 我不明白传媒为什么还去大事报导这个女生写这些东西 如果我是她父母,我也觉得感到羞愧 就是为一个正常智商的人,会不会这样写呢? 第二,今天教大家一个字叫Kitsch 原本是德文里面奉刺的艺术品 是毫无艺术价值的作品 永远都是中文叫微族的 然后大红的话,这个字就是源自于米兰昆德拉 这个捷克的小说家写的Unbearable Nigness of Being 所说的Kitsch 嘲讽共产党的一种美学观念 这种Kitsch是什么呢? 就是永远超过的 欢迎就一定要加热烈在前面 叫做热烈欢迎 然后争取一定要加成功在前面 叫做成功争取 这个建立就不行了 要打造 还要积极打造 XY交叉平台 这些就是Kitsch 党八股就是Kitsch 永远那种情感表达都是over了 over到不是一个正常人所说的东西 这些就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宣传手法 我相信香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而一个资讯这么发达的社会 这种微族的宣传方法 用来帮解放军 和20周年香港主权移交的宣传 其实是否会用的呢? 一说只会,懂得其反呢? 我相信很多人就在这里笑 就是说这些东西 当然是整理自己的CV 考入政府做AO 据说这位女生 现在入境处正在受训 我一直都说 入境处已经被共产党控制了 接收这些女生 其实就是把自己人放进去 将来她一定会步步高升 可能我有生之年 都会看到她出任入境处长 然后做完入境处长之后 就好像前任那几个那样 做了保安局长 但是坦白说 你把这些人放进去 又有什么用 最终她站出来 是不是香港人 信服的人呢? 而这种微族的宣传手法 很多时候只会吸引到一批狡猾 为什么呢? 大家就是说 总之就是 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大家就是斗妾 斗族 斗肉麻 说得肉麻的 就是上位快 可以走捷径 这位姓黄的女生 我相信 在香港来说 将会是一个示范 很快 就会听到她出任公职 很快也会看到她加入某些政党 做议员 甚至 是出任问责官员 一点都不怀疑 所以今天 这个 世良讲这些 就到此为止 看看 西环还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就继续跟大家分析